如果再让我发现 你背后搞这些小动作的话 就不是警告这么简单 你怎么不换衣服呀 我衣服不见了 不是 他们也太过分了吧 行了 晓晓 你下饭吧 你要是帮我出头话 你也得走呀 我想想办法 那你没衣服你怎么上课啊 对不起 月轩学长 我们也是受了爱家的蛊惑 一时糊涂才拿了风飘飘的泳衣 如果不是我偶然撞到 你们还要继续欺负飘飘 要到什么时候呢 我在日本也听说 这里是中国最棒的大学之一 既然能进到这里学习 那你们一定也是非常优秀的 没必要做这种孩子气的事情 那 月轩学长 您和风飘飘真的没什么 风飘飘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子 我和她是很好的朋友 可不能只听坊间传闻 给别人造成困扰 对不起 月轩学长 给您添麻烦了 对不起 你们该道歉的人是风飘飘才对吧 我陪你们一起去道歉 好吗 我去吧 跑路 你 你 怎么去哪儿 不是上课了 我去哪儿关你这件事 你怎么在这儿 我是来帮你的 帮我 温永依怎么在你这儿 钱别管了 快上课 你 你确定今天风飘飘来不了了吧 你待会儿就等着看笑话吧 集合 哎 风飘飘呢 怎么没有来 报告老师 飘飘今天身体突然有一些不适 老师 老师 你确定今天风飘飘来不了了吧 哎 风飘飘呢 我衣服刚刚在衣柜里找不到了 你现在穿的不就是你自己的泳衣吗 哦 是 是因为我朋友刚刚在游泳馆外边 捡到了我的衣服 所以才能上课 那你归队吧 开始训练了 好 对不起 投你泳衣的人是爱家指使的 爱家 你 你 干嘛 爱家学姐 我不用你道歉 也不用你承认 我就是想告诉你 如果你对我不爽的话 你可以当面告诉我 如果再让我发现 你背后搞这些小动作的话 就不是警告这么简单 你威胁我 你这样算哪门子淑女啊 我就不淑女 怎么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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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